各位法師 各位同學們 大家好 我們會更好 世界會更好 很好 請放長 今天是禪修的第四天 你們過了今天之後 禪修就會像島吃甘蔗這樣 越來越順利 越來越甘甜 所以你們會漸漸的進入情況 大家來禪修的時候 是要精進用功 但是要用無所求的心 來禪修 對於我們所講的方法 大家一步一腳硬的去練習 去實踐 這樣你的基本馬步功夫就會做得越好 所以不要貪求快速 把每一天的進度 腳踏實地的去練習 去做 至於晚上 時段跟大家所做的分享 那你就在打坐 靜坐 或是獨處的時候 好好的去 正思維 只觀雙韻 只要你能夠從我們所跟大家分享的 真理實相裡面 去體悟到其中一兩句的深意 你的法喜自然就會流露出來 甚至那種喜悦 那是如泉水湧出來 所以不必貪多 只要你心能夠靈靜下來 決心能開發出來 基本功夫做了 那你隨時都可以挖到寶 隨時都會有更深的體悟 所以只要你把基本馬步功夫做好 那你隨時都會有新的發現 新的成長 今天我們大家來禪修 包括這幾年來 大家來禪修 有個明顯的現象 都是女眾比男眾多 平均而言 女眾的積極精進用功 人口數比男眾多 再來 又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尤其是來學解脫道的 在家居室 都比出家眾要多好幾倍 不只在禪修 不只在禪修 平常在精進用功的階段 出家眾的障礙 反而比較多 這跟原始佛法 這跟原始佛法時代 剛好是相反 原始佛法時代 佛陀佛陀講經說法 整理出來的就是集中在阿含經裡面 佛陀講經說法的對象 是以出家眾為主 那因為這些出家眾 大家都是專修 所以針對專修的人 可以講得比較深 進度也會比較快 在家居室 是因為有家務事 所以算是業餘來修行 那佛陀所帶領的弟子 都是出家眾比較多 來出家的人 親近佛陀的人 也都是為了解脫 為了安心 為了追求真理 為了邁向究竟解脫而來 所以大家的目標 目的都很單純 為解脫而來 所以那種道心道骨都很強 加上佛陀就直接的切入 法意的核心 法意的核心 真理實相 讓大家去正思維 去體悟 所以大家正國就很快 眼邊到今天的佛教界 出家眾 佛門裡面的出家眾 都很忙碌啊 沒有像兩千多年前 出家眾 是以專修禪修 修行為主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出了家好修行 目前佛教界的情況 剛好是你出了家之後 你每天都會有很多的法務 讓你忙碌 除非你真的擺明 你是為專心修行而來 不然佛門裡面的法務 非常的多 讓出家眾 從早 常常忙到晚 你一天要能夠騰出 一兩個小時來 屬於自己的時間 用功 已經很不容易 所以 學習解脫道的 反而是 在家居室 障礙比較少 而且 用功 進步方面 反而都 更快 因為 有更多的時間 自己可以規劃 可以應用 所以今天 我覺得是 這種現象 是 也是無可奈何啊 因為整個 宗教界的情況 演變成這樣 我們也只能夠 默默的 把原始佛法 傳開來 把真理實相 傳開來 讓整個 佛教界的素質 水平 不斷的 提升上來 有很多方面 我們沒辦法去改變 但有很多方面 我們可以 默默的 耕耘 播種 讓整個 佛教界的素質 水平 提升上來 希望 末法時期的佛教 能夠早日 導正 回到 正法時期來 我們每個人 都有責任 我們每個人 也都有 這份的榮耀 大家一起來參與 尤其是 如果有 因緣 可以專修的 出家中 你的進步 就會更快 而且 利益 影響 眾生的成分 會更大 好 好 今天 等一下 我們會播放 幻燈片 那現在 跟大家分享 一個觀念 就是 高等 心靈 世界的 眾生 他們 彼此之間的 互動 跟我們 一般 世間 一般地球上的 世間人的 這一種 互動關係 有什麼樣 不一樣 這一點 今天晚上 稍微跟大家 和大家來分享 讓大家可以了解 在 這地球上的 一般人類 我講的是 比較普遍 比較大眾的 一般人類 因為 常常會覺得 自己 欠缺 很多 東西 有 很多 的 苦 有 很多 的 不 安 所以 他內心裡面 會有很多的 需要 包括 吃東西方面 以及 四種食 一絲食 促食 這些都是一樣 所以 因為 他內心 會有 覺得 會有 很多的 需要 他需要 更多 來填補 他內心的 空虛 所以 他會想 我要吃 吃到什麼 我吃到什麼 我得到什麼 那我就快樂 而且 會有那一種 沾便宜的心態 所以 在這 沙婆世界 在這 世間 一般的 互動關係 常常 常常是 吃 跟 被 吃的 關係 吃到了 你就高興 就快樂 吃到了 又想 吃更多 所以 起 浴灘 當然 被 吃的那一方 他認為 他 吃虧 他內心 不符 所以會 產生 更多的 恩恩怨怨 這世間的 苦悶 這世間的 苦難 這世間的 衝突 就是在 吃 跟被吃的 世間裡面 在那裡 輪迴 工商業的 競爭 我們地球上 演變出來的 這一種 工商業的 競爭 這是 很不好的 一種 制度 這一種 制度 會讓 人類的 心靈 朝向 低極化 的發展 會 惡性 競爭 讓人類的 心靈品質 逐漸的 降低 好 所以 在這 地球上 一般眾生的 互動 就是 吃 跟被吃的 一種 關係 如果你心境 逐漸 提升上來 你就會 提升到 希望 我們不要讓 別人吃虧 我們做事 憑著 良心 理性 來做 這一種 他的心靈品質 就逐漸的 提升 逐漸的 進化 好 那我現在 要跟大家 分享的是 高等 心靈 世界的 眾生 他們的 互動 關係 是怎麼樣呢 因為 他們的 內心 是 很富裕 很知足 很安详 我講富裕 你不要以為說 用世界那種 眼光去衡量 以為他有很多錢 有好幾棟房子 然後擁有很多的物質 都不是這些 基本生活上 他是可以有 他是會有 最重要的是 內心 他感受到 我本質具足 我沒有欠缺 什麼 所以 在一個人 他沒有欠缺的 那一種 體悟情況之下 我沒有需要 我沒有需要去貪 什麼 所以對世間的 靈力 為什麼世間靈力 對他們而言 是如浮雲 因為我沒有欠缺 靈 我沒有欠缺力 我沒有欠缺愛 我沒有欠缺情 我沒有欠缺那些 權力 沒有 所以我不需要去執著 不需要去跟人家爭 我不需要去跟人家競爭什麼 我內心也沒有什麼不安 所以我不需要抓弟子 所以他內心感受 他內心因為都是 知足 很富裕 那因為他沒有什麼不足 所以他內心沒有什麼貪 不會有貪心的 他只要 能夠 遊玩飯吃 能夠遮風避雨 他就很知足 一單是一瓢銀 很快樂 好 那他所 他會有多出很多東西啊 那多出很多東西 他是把這些呢 就是當作禮物 送給朋友 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不 他不但不會貪世間的東西 他反而 因為你越知足 你越富有 法界給你的就是 越富有哦 那你 會有這種 孕育 很樂意跟眾生分享的那種心態 所以他跟眾生結緣 就是送禮物給你 那我送禮物給你 是無條件 無所求 我不是欠你 在才拿東西給你啊 在高等心靈的世界裡面 沒有那些欠債的觀念 沒有那些欠債的關係啊 不說在欠債 沒有那回事啊 你也不會覺得 你欠缺別人 你也不會覺得別人欠你什麼 沒有那為事啊 好 所以你會有這種 我有很多的東西 我可以跟眾生分享 所以你是 把東西 珍貴的禮物 跟眾生來分享 在分享的當下 無條件 無所求 好 如果眾生有東西要給我們呢 那也是別人送禮物給我們 我們也是 接受眾生的禮物 眾生要禮物給我們 如果是有條件 有所求 對不起 我們不要 如果是無條件 無所求 好 我們很樂意的來接受 那接受了之後 這是可以增加彼此的 更好的因緣 所以在高等心靈的世界裡面 大家是 互補 相輔相成 團結合作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每個人都有優點 那大家互相尊重 我們可以形成互補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沒有 沒有誰欠誰 沒有那些 惡性的競爭 沒有那些 排斥別人 好 這是 簡單的 跟大家 分別一下 讓大家 讓大家可以了解 這世界 互動的關係是怎麼樣 那我們 有因緣 我們漸漸提升上來 邁向 高等 心靈 世界的 眾生 成為 高等 心靈 世界的 菩薩 那個 那個不是 幻境 幻覺 也不是說 要到 他方 世界去 而是 在這 世間 在這世界 你願意的話 你就可以提升上來 你提升上來 你慢慢的 你就會印证 彌陀經所講的 那個極樂世界的 跟諸大善文 在一起的那一種境界 那都是 可以 實際遇到 可以實現的 好 我們現在 來看 幻灯片